今天啊本来是要在家里边用这个除草剂啊来除这个草地上的这个杂草的 可是那个喷的那个手柄怎么都喷不出这个除草剂 经过我的一番检修以后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几个要点 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喷的这个手柄喷不出这个除草剂的时候 有哪几个地方需要检查一下 首先它这个是电池驱动的 所以你要检你摆了一个冬天了 你要检查一下你里边的电池是否还有电 最好你就直接换新的电池吧 然后完了以后它这个上面看到没有 它的上面你看喷这个是往外喷的对吧 它还有就是喷的不同的形状 当然有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有有一点 有一个地方是关掉的我看哪个地方啊这个这个 它是off就是关掉的你如果正好在这一档那你当然是什么 我们也喷不出来的了所以你要确认啊把这个给转到它能喷出来的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要去检查的就是这儿 它的盖子上面 它这个盖子上面也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这个 这地方不是有个像箭头样的吗要指着按开这个这个位置啊 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是插管插插进去的也必须插好 然后这几点都检查了以后它还是喷不出来的话 再教你们一招就是啊要把这个壶拎的 壶要拎的要高 然后呢它这个手握的那个手柄啊你要跟它形成一个这么高度差 形成一个高度差了以后你再来嗯捏那个手柄的开关 这样呢水是从高处给它往低处这样吸的 这样呢在这个管子里边这个管子里边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水流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就是你一定啊有点像红吸的那个有点像红吸的那个原理 就是你你你从什么地方往外吸东西的话 这个东西一定要在比较高的位置 这个要在低的位置 然后你你不要像这样这样是平的 然后你就不停的这样那是不行的 那是因为摆了一个冬天了摆了一个冬天了以后啊 它它就没有形成里边的液体的那个流的那个道路 它就喷不出来 你一定要把它摆高啊 形成一个高度差了以后 然后再捏这个水就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管子这都要顺畅 不要哪个地方是扁在那的 或者是正好哎正好这样 卡住的也不行啊 检查一下这个管子不要有任何的纠结 把这个几点都检查到了以后 那你这个就又可以恢复使用了 现在我这个就是刚才已经把它弄通了 现在就是应该能喷出来了 看到没有 前面怎么也喷不出来 我תח Spain heights 好 fam 咯 84 真的